现在,我们来解决关于角度的习题。 我在这里画的这个奇怪的图像是为了向你们展示不同的角。 然后,我想让你们找出其他角的角度。 那么,我来给你一些已知的角度吧。 嗯,假如这里的这个角是56度。 还有,这里的这个角,这个角是115度。 那么,我想让你算出哪个角呢? 今天的课题就是角的习题,我想让你算出这里的这个角。 如果你想自己试试找出答案,那么就可以先暂停视频。 如果你希望我告诉你怎么做,也或许可以是我先教你前几步, 然后你暂停视频,自己解除最后答案。 现在,我将告诉你我是如何解决这个习题的。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工具解决它。 我想你最好要知道这些,因为它就像是把测试中的钥匙。 哦,我漏了重要一点。 你可能会说我还不能解除它。 你当然不能了,因为我还没给你重要的信息。 这里的这条线和这里的这条线,这两条线是平行线。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解除它的关键信息。 它们是平行线,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 每当我遇到这类问题,不论是在练习还是在测试的时候, 我会找出每一个我能计算的角度,然后慢慢的找出答案。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这里能算出什么。 我将用蓝绿色表示我可以算出的角度。 这个角是56度,对吧? 这两条线平行,这里的这条线是割线。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角的同位角在哪儿。 是这个角对吗? 我们知道,同位角就是当两条平行线被第三条直线所结出来同位置的角。 那么它就是56度。 因为同位角相等,我们就可以算出其他许多的角。 我们可以说这个角是56度,但是它跟我们要找的关系不大。 这个角也是56度,它的同位角就是56度。 这也跟我们要求的角关系不大。 我们还可以算出这个角是180度-56,就是124度。 这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我现在向你展示的,是当你解决角度问题时,你可以做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第一步,就是我说的同位角。 所以它就是56度。 那么我们看,我需要找出这里的这个角。 我知道这个,因为它们是在一个三角形里,对吗? 来看这个三角形。 只要我知道这个角的角度,我就可以解出答案了。 那么这个角是多少呢? 它是115度的补角,对吧? 所以这个绿色的角加上这个紫色的角等于180。 所以这个就是180减去115。 所以这个角是65度。 我们照了一大圈,位的是什么? 我们刚说了,这些是平行线,所以同位角相等。 所以这是56度。 这里也是56度。 我也说过了,这个绿色的角和这个紫色的角是互补的。 所以它们相加的和应该是180。 所以这个是115。 这个是65。 也就是180减115。 我想你应该明白了我将要做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三角形里的两个角。 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个三角形里的两个角。 那么我们能找出第三个角的角度吗? 我们知道,三角形的那角和是180,对吧? 那么我们就设这个角是x。 x加56加65等于180。 56加65是多少呢? 我总是对加减感到困惑。 那么5加6等于11,那它就是121。 x加121等于180。 那么x等于180减121。 80减20等于60,所以它是59。 x等于59。 x等于59。 看吧,我们解除了第一个锡题。 你已经看到过程了。 那么让我们解决更复杂一点的锡题吧。 这次可能不包含平行线了 但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所有的这些归结一句话 就是我们把学过的平行线 三角形角度相加 那么现在这道题是一个五角形 所以一条线从这里到那里 画另一条线从那到那 画一条线从那到那 再画一条从那到那 最后画一条线从那到这 这里我们都知道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角是75度 天呐我用错工具了 这是75度 我们也知道这个角是75度 我们还知道这里的这个角 是101度 你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个角的度数 这个角是多少呢 最好暂停一下 因为我将要告诉你解决方法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角度 我习惯先找找能知道的角度 我们知道这个角 就能找出很多角 来换个颜色 把我找出的角表示出来 这是101度 它的补角就是79度对吗 这个也是79度 因为它们也互补 这里的这个角跟这个角是对顶角 所以也是101度 我们还能找出什么呢 我们能找出这个角 因为它是补角 我们还能找出这个角 因为这里是个三角形 这个角加上75 加75就是180对吧 那么我们只看这个小三角形 所以B加150等于180 B等于30度 那么我们把这个角找出来了 现在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找到这个黄色角的角度了 你要怎么做 对你来说 它可能还不太明显 你应当找出带有未知角的三角形 在测试中也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这种方法 来 让我给你一点小提示 看这个三角形 颜色不太明显 我用红色突出这个三角形 我告诉你 解决这些问题 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要找出正确的三角形 那么来看吧 事实上我们找到了什么 现在看这个三角形 我们知道这个角是101度 我们也知道这个角 我们刚求出来的 它是30度 那么我们剩下的 就是弄清楚这个黄色的角度 假设是x 所以x加101加30等于180 因为三角形内角合是180度 所以x加131等于180 那么x等于什么呢 x等于49度 好极了 我们完成了第二个西题 我想时间不早了 在下次视频中 我可能会列举更多这样的角的西题 下次见 感谢观看